我們現在來嘗試一下 看看怎麼做錄製 你看我現在在這邊有沒有 這樣 那 如果您覺得OK了 像我在這邊 我放大一點點好了 大一點 有出來 那如果我要開始錄製的話呢 我們就在右手邊這邊 右手邊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做 開始錄製 剛剛講的齁 如果你有那個 要做真正的即時網路廣播 就是用這個叫串流 用這個串流 那我可以按這個開始錄製 那錄製的話呢 它會錄到哪裡 比如說我現在按下去 這樣就開始錄了 當然老師 平常你在錄的時候稍微留意一下 看看你的麥克風到底有沒有聲音 像我現在 我講的還算蠻大聲的 所以有沒有 下面的綠色這樣還算OK 還算OK 所以 你可以看一下 確定一下你的音量 那 如果你錄好了我就按停止錄製 那重點來了 我現在已經錄了一段對不對 如果說我錄完了 那我檔案放在哪裡 放在這邊 您從上面檔案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顯示錄影 顯示錄影 預設的話呢 它錄影的格式是FLV FLV 但是有些電腦它並沒有辦法怎麼樣 並沒有辦法撥 而且 老師如果你給 同學這種檔案 有時候他們也有點困擾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它重新封裝 把它變成MP4 把它變成MP4 這個部分我們在講義上有特別提到 我往下走一下 在這裡 有沒有這邊我開始錄了 好那我往下走 這邊 就是我們預設是在這裡 那你要怎麼樣重新封裝 就是用下面這一個 第二個 把它重新封裝一下 當然你也可以 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 重新封裝錄影 把它按一下 那我就可以選擇 剛才那個檔案 按下 重新封裝 好的 現在呢 我就 一樣把那個資料夾打開 有沒有變兩個 那因為它本身 就是MP4所以其實錄下來檔案 大部分不會太大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這樣就有 所以如果說老師你可能是在 背景的部分你也可以做介紹啊 比如說你是用影片 當作是我這次 主講的內容 你後面就播影片 那前面就這個啊或者是你是簡報啦 還是你的講義啦 還是手寫版 事實上也可以 手寫的那個只要你有抓到畫面的都可以拿出來 比如說你的白板的那個 我那我需要用白板去寫 也OK 好 所以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 所以預設這個是 錄完了 它會放在哪裡 我一般就是我的影片那個目錄下 我的影片目錄下 當然這是第一種方法就是你用所謂的 重新封裝的方式 如果你 你覺得我 不想要這麼麻煩 我想一錄下來就MP4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你可以直接去修改它預設的錄影的格式 預設錄影格式 拔片MP4 不過它會顯示一個訊息喔 它會像這樣顯示一個這個訊息 他說 萬一 如果在錄影的時候有發生什麼意外的話 就是 突然中斷 你如果是用MP4的 因為MP4的錄影格式它是跳著的 好像是多個影格去編碼的 所以如果你中間有斷掉的話 有可能沒有辦法復原 可是你用FLV有可能就還可以救的回來 這樣你了解了嗎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用這樣子也可以 到這個地方 檔案裡面的設定 好這個設定 您到有一個叫做輸出 輸出的位置 在這裡 輸出 有沒有看到現在這裡有一個 錄影畫質 錄影的畫質 預設是FLV 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您 想要說我就直接用MP4 難得再 一段一段 再做轉換的 那您就直接從這邊 那我剛有提過就是你選擇 這個MP4的時候 有沒有跳出來下面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警告 對不對 它會告訴你說有可能有這種情形喔 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就看老師啦 好如果你覺得說 這樣 有點麻煩 用這樣 也不妨 好那記得如果你 改完了之後 軟體要重新啟動一下 好軟體重新啟動一下 這樣子 基本的操作老師 有沒有問題 可以喔 有沒有 還有難為老師要 玩一下 欄目到您家 哪呢 現場要試看看才知道啊 對不對 待會呢我們要來 再來跟老師介紹一下 幾個 輔助工具 還有就是什麼 場景這一邊 場景這一邊 我們現在是不是有一個場景 那你可以準備多個 甚至我在 這台電腦準備好了 我就用匯出的 到另外的電腦 直接用匯入 也可以 就不用說那麼麻煩 OK 那我們讓老師先試看看 好不好